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顺人 自由高照,我是威儿 今天,天马行空来到了6月1号 全新的一个月,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今天6月1号也是中国的儿童节 同时也是我们马来西亚撒拉月的丰收节 是,harigawai 我们一般上就是 我倒忘了那个叫什么 他们的民族语言harigawai 他有一个用字的 就是Slamat Harigawai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但是我忘了怎么说了那句话 我刚才想说一时 怎么丢了这句话 临时突然间就忘了 对,所以祝所有的我们的原住民朋友 丰收节快乐 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 但是在Slamat Harigawai今天是一个公共假期 是吗? 嗯,是公共假期啊 就是一般在Slamat Harigawai这一边呢 他们有很多 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原住民 所以呢 占多数的原住民呢 他们本身就庆祝这个丰收节的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出来 社会工作了 还庆祝这个丰收节了 但是如果还是秉持着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 都还在庆祝丰收节 所以就我们就订了这一天 6月1号 2号 其实也是他们庆典 他们庆祝呢 可能大概好几天到整个星期都有的 所以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方式 我觉得他们庆这个丰收节是因为他们可以 可以在他们的这些农作物方面 其中就是大部分是在农作物这方面可以大丰收了 现在巴黎这里呢 也有一个是让大家在感情上可以大丰收的一个表现 就是在法国巴黎这个桥上面 这个叫什么桥 就是叫爱情所的桥 其实是一座艺术桥 叫做澳洲的这个桥 在墨尔本决定就猜 墨尔本的这个就决定猜除了这个悬挂在南门天桥上的 两万只爱情所 然后巴黎这次也在决定 在今天也就是在丰收节这一天 在将他们这个塞纳河上面的艺术桥 全部的锁都解锁 当然这个丰收节是马来西亚的丰收节啦 他们就跟我没关系 只是 对就这么巧啊 但是在之前呢 我们都知道说在澳洲也是有一座这样子的爱情所桥 但是那个时候呢 澳洲的墨尔本呢就已经决定猜除了 在那个时候是在南门天桥的 结果全部全都拆了 那你人家去哪里呢 没办法 就只剩下法国巴黎了 这法国巴黎其实也是非常一个著名的一个浪漫之都 你想到一个浪漫你就会去到法国 所以很多这些恋人呢就到法国旅游的时候呢 就来到了这个替塞纳河 在这一边呢 他们有一座桥叫艺术桥的 这些情侣就喜欢把这个锁头啊 就买了过后就全部挂在那一边 你看那个照片里面啊 就是挂了满满都是锁头 不知道还以为是卖锁头的呢 早前还不是因为这个锁头太多 然后一桥的其中一个部分的这个栅栏倒掉了吗 所以这一次真的是感觉到它的严重性了 最终还是要把这些锁全都解开 当然这一个有很多人就觉得说 当你把这个锁解开了之后 以后的旅客呢就会不再来巴黎了 不会来你这个地方观光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这个东西让别人去做 当然还有一些当地的居民就说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啊 问题会不断的发生 就是这个桥啊 可能会终究有一点会倒塌 对啊 可能会沉下去也说不定了 所以他们也不是刻意要打扰这些游客 不让他们来 可是他们应该要想办法去解决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要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不用担心啊 我刚刚就说了 这个巴黎是浪漫之都 这个浪漫之都的称号 不是因为这座桥而来的 反而是因为这座桥 是因为巴黎是浪漫之都这个称号 结果很多人去到这边就开始有了 其实它有一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是开始有人先上了一个锁 然后过后呢 人家觉得这是一个爱情的象征 就慢慢在锁上去了 这个呢 制造了很多的商业机会 有人在当地卖锁的 就直接当你买了 过后就可以锁在当中 但是你看哦 这个桥上的锁呢 有多少重 你知不知道 45吨重 45吨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吨是1000公斤 45吨就是45000公斤 你能想象是有多重的吗 其实我还不知道 这座桥是有多长 因为应该要有一定的长度 才可以复合到这个重量 要不然的话短短的 那么短的桥之内 怎么可以复合到那么重的 它大概150公尺左右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长度 刚好就坐落在罗浮宫面前 所以人家就看起来是很浪漫的 罗浮宫本身是一个艺术的 当然你看怎么看 有些人认为是一个艺术的杰作 但有一些人觉得这是一个破坏 我也看过有人是批评罗浮宫的 当然是各有各的这种说法 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锁上这个锁呢 它代表什么 很多人就觉得说 把锁锁上去过后呢 就象征着爱情能够长长久久 但是你把这个锁 怎么说呢 就是你把它解了过后 或者你把这个全拆了过后 你有个问题你还没解决啊 通常你买一个锁 它肯定有锁石的 对吧 有钥匙吧 它是配的一对的 你这个东西锁上过后呢 这些情侣怎么办 他把这个钥匙丢入盒中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你只是把这个锁拆了 或者把这个桥的整个清理过了 但是盒中的这钥匙怎么办 钥匙本身它是属于这种铁金属类的 但你丢在盒里面 它肯定会生锈 你久了过后也算是一种污染 是一种破坏 对海洋生活 对河洞生活 也不见得是一种好事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再想到啊 当然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有一个意义呢 锁在那边呢 老实说 作为老人家 就不这么 都觉得是不能够说 怎么说 很无聊啦 但只能够说是 这你相信它 难道两个人爱情 就因为锁了过后 就不会分开吗 其实我相信在里面的那些锁的这些情侣当中 有好多可能搞不好就已经分开了 那个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承诺吧 当时爱到情到农时都一定会有少少少许的这一些承诺 或者是这种新花怒放的感觉 就难免会有这样 所以这些锁都象征了一些情侣们的爱恋 说到和平的话 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你可以想得到吗 你说爱情 人家会喜欢用锁来代表 是象征性 那和平用什么来代表呢 象征什么 用什么象征呢 直接想到就是鸽子 鸽子都是一个和平 放人家鸽子 不是那个鸽子 是白鸽 白鸽我们都想到 一想到白鸽我们就想到和平 它就是白鸽已经算是一个和平的象征 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到的这只白鸽子 它不是和平的象征 反而是有一点点危险性的 就是在印度这里 印度的警方就发现了一只白鸽 他怀疑这只白鸽是巴基斯坦的间谍 他没有和平 反而是有威胁到他们的国家和平 但是这是两面性的东西 就是和平来说 并不是说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我代表着 这个国家 马来西亚的一个军队 刚好有别人来攻击我 那我为了保卫这个国家 我跟他们作战 那对他们来说 我可能造成他们的伤亡 但是对我们的国家来说 我是保卫我国家的和平 所以是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 那这个鸽子呢 是没错 鸽子本身象征着和平 但这是人类赋予他的一个意义 他本身并没有和平或邪恶 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所以说 这个巴基斯坦 怎么说 这个印度发现了巴基斯坦的间谍白鸽呢 我觉得挺有趣的 为什么会把这个白鸽当成是间谍呢 难道就因为他样子那边 就有打了一个印 说我是间谍 还是他刚好就拿着一个 你看以前我们看电影啊 有着飞鸽传输 这个鸽子呢 会带了一些信息给对方 不是给对方 给你的这些军师等等 或者军师把这个信息发过来 都通过鸽子 因为那时候没有postman 没有邮猜 我想这只白鸽 它的真正的目的 真的有一点像是在白鸽传输那样 在传递信息 可是刚好它就掉落了 在这个印度的境内 在距离巴基斯坦四公里的 印度边境村庄这一边 然后就被一名14岁的男生发现了 发现这只白鸽的时候 他就看到身上有可疑的信息 是什么信息 就是他的身上就有绑 绑了这个电线之类的物品 然后他的身上 就是这个白鸽的身上 在他的这个白 在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到 他的那个羽毛内册 是有写上了一些 这种巴基斯坦官方的 乌尔都语写的字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是写的 巴基斯坦庞哲普省的地址 还有电话 就是在巴基斯坦的 普加比省的一个地址 的电话 那当然 如果他没写这些东西 纯纯发现这个电线呢 我倒觉得可能是人类的 所谓的一种破坏 对环境的破坏 让鸽子不小心 就缠上了电线的可能性 但是 有写上东西 这个就值得怀疑了 但是有另外一个 一个可疑的地方 就是 作为一个14岁的小男生 你抓到一只鸽子 你会会那么 想那么多吗 你会觉得 有电线 有这些奇怪的东西 我就马上去报警 你会想那么多吗 还可能 如果真的会的话 这表示了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区内的 这些小朋友呢 他们都非常早熟 为什么会早熟呢 可能他们身处的这个环境 并不是那么的和平 就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 让他们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见敌啊 什么东西啊 这些他会想到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就马上去报警 这也反映出了一种 这样子的现象 在这个印度这一边 只是还好 如果是不小心掉在了马来西亚 还是掉在了一些 就是大家相对生活上 比较平和和平的这个国家呢 搞不好这个鸽子就会拿来烤了 烤乳鸽 吃了直接 可是白鸽拿来烤 白鸽可以吃吗 我还是有一个 我不知道我没吃过 但是确实有乳鸽 这样子的 对吧 在香港啊 还是 我是说还好 不是掉在香港还是哪里 他们喜欢吃鸽子 直接吃了 确实这名14岁的小男生 他会有这样的警惕心事 也是没有错的 因为之前在2013年的时候 也是在印度安全部队 就有一只死去的猎鹰 他们就发现 这只猎鹰上面 是有一个小型的摄像头 2010年呢 他们也在这个 也在印度边界里面 捕获一只像是 他们怀疑是这个间谍鸽 所以种种 那么多鸟类都曾经介入过 他们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之内 所以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种警惕性 是 其实根据一些历史的记载啊 用白鸽或者动物来传递一些秘密信息呢 或者充当间谍呢 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 在英国有一名男孩子 他就在家中呢 就他们家中的火炉 找到一些白鸽的骸骨 那结果发现 这个白鸽骨的脚步呢 有一段加密的讯息 奇怪我倒不懂这个男子 他怎么知道这是 你都说加密的讯息了 他竟然看了明白 所以这个男子本身应该也是间谍来的 所以在英国情报部呢 就破解了这个讯息了 当然最后是加拿大小组发现 这个讯息是来自1944年 诺曼蒂登陆后 一名降落敌方阵地的一些英军 闪兵所发出的讯息 所以你看 这确实是有这样的消息 包括在1960年代的时候 你看我们再看早一点 美国中央情报局呢 CIA就投放了2000多万美元 来研发特工猫 特工猫 我倒想知道这个猫是怎么样 很搞笑 我看到特工猫这个字 我就突然想到 这个电影里面 对不是Cat Lady 那个是人 特工猫 那我想到什么 就是想到说在这些电影 比如说像你有看那个Srek 这个吗 Srek 他有一个猫 他会说话就拿着一把剑了 那很搞笑 或者是那个小鼠 那个什么鼠 忘记了那个叫什么名字 那种老鼠 不是老鼠 仓鼠 小仓鼠被训练成特工队 都是可以去做这样的 很搞笑的这个东西 所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确实美国中央情报局 曾经花了一大笔钱 来研发这种动物的特工 猫是其中一个 比如说他在猫体内 就安装一些录音器 天线 电池 就试图窃听 苏联大使馆人员的对话 不过很可惜 第一只猫在行动 开始不久 就给德士撞死了 所以就计划宣布失败 我突然怀疑 这个英国第一猫 英国第一猫 是不是也是一只特工猫 那我们回到来 看到这个歌词这一边 就是我们说 它是一个和平的象征 可是它可能会威胁到 它有这个 它不在和平 在这里 这一方面是印度觉得 这只白鸽是不在和平 它没有和平的象征了 当然包括 我们现在看一看另外一个新闻 也是关于 这些 叫什么 我们常常说的这些 网络和平 网络 其实网络已经 网络已经从来没有和平过了 网络一开始就是一个战争 怎么说呢 是战争 只要你没有去 加入这个战争的话 当然也是和平的 像我没有加入战争 我终归终取用我的网络 那我我就是和平的 自从自从有了这个社交网站过后 大家可以随性的 很随意的 随时随地的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 它已经变成一个战地了 Betterfield 是这样吗 所以呢 不怪的现在美国 他就要发声明 他说他会保护日本 他保护日本 不只是在国和国之间的保护 而且是在网络虚拟防务系统上面 要将即将覆盖整个日本 所以这一个事情会对增加 这个增加网络攻击 对军事设施 还有基础设施造成的威胁 他是说他会帮助日本 在这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很可恶的 这个美国 究竟他们想搞什么东西 你看跟日本搞暧昧 搞那么久呢 你看日本 我们都就是看了之前的 很多新闻 都知道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是处在一个非常 不能说紧张 应该说处在一个 很相对的不和谐的关系 那现在呢 美国就插入来这边 那现在他就说 要之前就说 要驻军队在南海这一边 那现在又说 要帮助日本通过 网络虚拟的防卫呢 就把 应该是说什么呢 这个日本呢 就纳入了美国的保护伞当中了 美国就会保护这个日本 当然他现在说的是网络了 还不是实际上的一个军事保护 网络这个部分呢 他确实有很大的一种 安全隐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呢 他都 你不能没有网络 你没有网络的话 有很多东西呢 都行不了 都没有办法运作 所以当你整个国家 很大很大程度上 依赖网络的时候呢 你会面对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 当你的网络一瘫痪 或者有病毒的时候 你就糟了 你的很多东西呢 可能受到控制 包括最令人担忧 就是你的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 导弹的控制等等 可能电影看多了 这种间谍电影什么看多了 就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这个破码 或者是这个骇客 你还能够侵入到 国家的军事的网站当中 然后控制他们的整个军事 我甚至可以有办法 通过几千公里外的 只是一台电脑 我只要一个按钮 搞不好我就可以令到 你国家的这个导弹 马上就发射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 所以这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好奇的是 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些军事的武器 和他们这些网络 连在一起来控制的 这个当然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们这么做 也会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主要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方面 他们是担心说 中国和朝鲜的这些虚拟攻击威胁 也是对他们有威胁的 为什么 我也一直很奇怪 为什么是 他们也指定是中国和朝鲜 这一方面的 他们也有讲到说 在这个 索尼电影娱乐 就是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遭到网络袭击的时候 美国认为是朝鲜 核克发动的攻击 所以其实像朝鲜这个部分 他们的网络 是受到很严密的控制 甚至有没有的上网 都还是一个疑问 曾经就是有一篇报道 他们一个数据显示 朝鲜这方面 他们的网络运用 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朝鲜这方面 可以说他网络是孤立的 他没有跟外界联系 只是这种孤立状态 会不会让他们造成一个危险 比如说如果刚好有一个病毒 侵入进到朝鲜的 整个网络系统的话 可能这个朝鲜的网络 马上就瘫痪了 你看美国五年前 就曾经试图用一个叫 Stocksnet就阵亡的 试的一种电脑蠕虫病毒 攻击朝鲜的核武计划 虽然最后是宣告失败了 但是这一项行动 确实也会朝鲜 带来的一些困扰 就是真的有一些国家 会对他们进行这种网络攻击 不过朝鲜 可能他也不担心 他有他的一种方式来应对 朝鲜的方式应对是什么方式 封闭 全部封闭 就完全不让你来接触 这样子你要病毒 你要进也没门可进 除非你有办法 真的是破解掉 他这个防卫墙 这个防火墙 然后再绕到进去的话 也许还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就看大高一层 魔高一丈 所以比较厉害 人民民主思维的改变 将有助于国家司法的改革 我是饶兆颖 让我们一起守住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南好 我是顺人 九高照 我是维尔 天马行空 我是凯明 好回到来我们的天马行空 这次由凯明来带班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的新闻 是在北京这一边 首先我想问一下凯明和威尔 你们有养狗吗 以前有 没有 那如果你们有养狗 然后你们的狗失踪了 你会怎么找他 狗一般不会失踪 就是我的经验是 以前养了狗 我觉得我走失踪 他都还没有失踪 他还懂得路把我带回家 可是现在北京这只狗 是特别不一样的 他失踪了 可是不一样的不在这只狗 不一样的是在这一个主人 这个主人是一名北京的妇人 她的狗不见了 她要找这只狗 她就透过这些网民 这里转发了她的狗的讯息 然后她就想请大家各界人士 帮忙她找她的这一只狗 她提出的筹款 可是很不一样 对她的筹劳是很不一样的 是一间在北京的一间 价值四百万人民币 也就是大概二百三十六万令吉的房屋 做筹写搭理的 那只狗是什么狗 那只狗就是一只 他这里信文里面是没有说是什么狗 可是估计应该也是一种 有一点 身价不菲的一个狗 算是民种狗 他竟然他的酬劳是四百万人民币的 一间北京豪宅 算是豪宅了吧 对吧 算豪宅了 在北京这个首都的地段 其实我也不管他是不是豪宅 价值四百万已经是 我觉得是很值钱的一间屋子了 一间房子了 在现代社会狗的命很多时候都比人命还要值钱 我在想如果我 人不如狗 我失踪之后 如果有人要出四百万 四百万把我输回 你觉得四百块就好偷笑 是吧 对啊 四百块就好偷笑 这名中国的夫人 这个阿姨 我们叫她阿姨 她的阿姨已经是七十岁了 因为她自己的儿女在外面 在国外 所以她一个人在北京生活 在北京难免就会孤独 就有一只狗陪她 现在这只狗算是她的 已经算是她的亲人的这个身份 也不见了 所以她是很伤心的 对她来说 这只狗是很重要的 比一间豪宅还重要的 所以这也反映出了一些现象 比如在中国这一部分 这个地区 我们看到一些新闻 有说到什么 啃老竹啊 这些又到其他地方 就是不要了自己老人家 不要了这个长辈的 有很多就遗弃了父母亲 自己过了自己的生活 把老人家给忘了 这是一个现象 我担心不单止在中国 全世界各地 都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第二 也想象出了另外一个情况 是怎么样呢 有很多这些有钱人 他们其实过的是生活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 这样子一个幸福快乐开心 他们孩子很多时候 就老伴已经去世了 就剩自己孤独一个人 孩子也全部就离开了 就走出去了 闯世界了 但是自己呢 谁陪伴自己 没有人 只能够养一些猫猫狗狗的 这个动物 来慰劳自己空虚的心灵 在英国也常常有这样子 一个情况 在英国甚至 有很多 这个猫猫狗狗的生育 是非常好做 而且他们的客户 基本上就是卖给老人家 一些老夫妇 他们可能生育女过后 即使两个都还有在 就是老伴都还在 但是他们为了要有一个 倾诉的对象 他们就找一个猫狗 来作为他们的 像孩子一样来看顾 所以你看为什么 这个老妇人呢 这个Auntie 她竟然愿意花这样一大笔钱 来寻回这条已经失踪的狗 她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 钱不重要 她已经来七十多岁了 可是这一个 她提出的这个 答谢的筹理呢 已经关闭了 为什么 因为她 在她开放的这个筹理过后呢 就很多人都提供她假线索 然后有谎报 就是骗她 想要得到这一笔 这一件豪宅 所以她就觉得 对人性很失望 还是她的狗比较好 虽然找不到了 可是她也放弃找她 因为她没有 没有真正有人是真心对待她 真心要帮她找的 这个是她在这件事情里面 领悟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狗是人类中心的朋友 最悲哀的很可能是 当她病危的时候 她的儿女可能就马上飞回来了 对 因为有四百万 她知道 哇 我还有一座豪宅 马上飞回来 但也还有反映一个情况是 我觉得现在狗像你说的 过得比人还更富贵 就过得这种生活 竟然会走失踪 以前我真的很少听说 狗会自己失踪的 通常失踪的会自己走回来 但是现在狗养得太好了 好到他们连本能都已经失去了 他们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或者除非要给人家偷了 那就很难说 但是如果他自己走失的话 他不是走失 他走到其他地方 他找得到回家的路 这是狗 他们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天性 一种本能 有这种记忆在 这倒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赚钱方式 你去找一个妇人 然后把他的狗偷了 然后他就悬赏四百万的豪宅 你再还给他 你别以为没有 我还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 就是一些人是专偷狗的 偷了过后 第一要嘛 他把狗给卖了 当然这个狗是要名种狗 值钱的 那第二 他肯定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他知道这个人 是很非常爱他狗的 所以就偷了过后 然后呢 他肯定不会自己出现 他把这个狗呢 就叫人家把他送回去 就领取这个酬劳 有过这样子的这些新闻 发生过 另类的绑架 另类的绑架 确实是另类的绑架 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 这为什么会发生呢 就是反映出一种社会的 一种奇怪的这种 怎么说呢 怪胎现象 一种欺形的现象 人竟然要养这个狗 养了这个狗过后 就把他当成自己亲人的时候呢 人家在绑架 是绑架你的狗 而不绑架你本人 然后还要 你要花一大笔钱 数回这个狗 这确实是很挺怪异的 我觉得已经变态了 确实 因为可能是狗 在感情的建立上 比人单纯吧 他忠心啦 所以你就可以 比较怎么说呢 你信得过他 像老太太讲的呀 人性是不能相信的 每个人都是那种 恶魔魔鬼 只有我的狗 对我才是最忠心的 我叫他去左 他不会去右 我叫他蹲下来 他不会跳起来 至少 至少狗不会像人那样 会骗他 为了得到这个 400亿的物质吧 OK 好 我们现在来换一个焦点 看一下中国的另外一件 比较厉害的事情 就是中国的这个太空船 太空站 叫做 太空船叫做 神舟十号 神舟十号就有 中国就有三名的太空 太空人员 太空人吧 我们叫太空人 叫做 聂海胜 张 小光 还有王亚平 三名 他们都是这个 神舟十号的太空人 在中国 中国这一次 他的这个太空 太空船 由于这个太空经验 那就希望可以和 国外的一些太空人 一起好 遨游太空 一起合作 然后也希望有机会 可以去别的太空站 就是国际的太空站 这个是中国目前的想法 在国际太空站上 目前在 有15个国家 是一起合作的 包括有美国 俄罗斯 日本等等 中国是因为 可能美国国会的反对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 参与合作 所以这个神舟十号的 太空任务指挥官 就你刚才说聂海胜 他是其中一名了 他就希望中国 能够加强 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尤其是这个太空经验 非常丰富的美国 当然他可能可以考虑 和这个俄罗斯合作 俄罗斯的这个太空技术 应该也不差 既然如果是美国不愿意 那中国就跟俄罗斯合作 反正大家都是友好关系 会不会是现在 中美关系 在南海非常的紧张 那么他们是不是要 通过一个管道 就是可能一个太空 缓和 缓和这个气氛 因为之前有乒乓外交 现在我们来个太空外交 毕竟太空是属于怎么说 就是人类一起想要探索的东西 就是地球的 就是不是属于任何人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主题 看起来似乎可以达到 可能一个外交的缓和 可能性不高啦 不能说完全没这个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高 因为太空 太空科技本身 它就是一种军事科技 那如果你达到一种合作程度的时候 也许你会泄露了某一些自己国内的一些军事机密 那这种情况对自己国家的军事安全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美国方面呢 我相信他既然那么防卫中国 我相信他不会跟中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你看他在2011年的时候 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这项法案 是什么呢 就是禁止NASA和中国任何中国公司展开任何形式的双边合作 你看挺复杂的 禁止NASA与中国或任何中国公司展开任何形式的双边合作 是他这样子的说法 而且也禁止NASA一切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 由此可见他们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 是抱有了一定的这种截备心的 他们不愿 应该我用这个字可能不太恰当 是说不能够说不愿意 应该说他们不太乐于看到说中国的太空发展 也会有一天进步到可能可以跟美国相辟敌 可是这个聂海森他就不正门认为 他说虽然美国很担心 可是他也说美国和俄罗斯是探索太空的先驱 所以他们不需要担心 因为中国也是才在计划在2022年的时候 才完成自己的太空战 到时候国际太空战的资金 可能会就剩下中国的太空战 就是当时候 就是他们都是比较后期 算是后期 其实也还没有到秀 他们是认为说俄罗斯和美国暂时是些不用担心的 因为他们现在才慢慢的要发展起来 这个才是让他们担心的 就是因为你看到最后 他的说法 他推测是这样子 中国是计划在2022年完成自己的太空战的 那个时候国际太空战的一些资金就告庆了 就是已经完了 所以只剩下中国的太空战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的全部完了就剩下我的中国太空战 到时你可能还需要依赖某一个程度上 依赖我的太空战 为你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援助 因为你上了太空 你太空人 你一定要有一些站 让他们是可以栖息的这个地方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造成了美国方面的一个担忧 这也是他们的担忧 你不要说这话 你说这番话我才不给你了 我还要加强我自己太空战 我干嘛跟你合作呢 所以这看起来是中国在示威啊 就是说你即使不给我加入 我还是有办法在未来就是可能成为世界唯一的那个太空战 其实是不怀疑的 因为中国确实呢 他自从把这个太空人送上 这个太空的把人送上太空过后呢 他也象征着中国的这个太空科技 已经往前一大步的发展了 所以往后再怎么发展呢 我相信会一日千里如日中天了 并不是美国能担心就能够禁止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呢 他们能采取什么作用呢 就是尽量我不给你任何技术上援助 我也不告诉你怎么做 当然中国它是聪明的 它有很多方式可以学到这些科技 我不需要你来直接跟我说 而且别忘了 还有俄罗斯在背后 他可以跟俄罗斯取经啊 而且俄罗斯也乐意帮忙 因为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本来就没那么好了 再加上中国和俄罗斯关系 既然中国可以跟美国对抗 那俄罗斯和乐而不为呢 反正多一个朋友好 多一个敌人嘛 对不对 那他和美国不好 那我就跟中国好 这其实让我想到了 就是美国想当年呢 在与俄罗斯冷战的时候 据说就是有一个阴谋 就是要发展 太空让德国跟美国一起竞赛 在太空的发展上 结果耗尽了德国的资金资源 那么中国现在挑衅美国这样 是不是也是要 某个程度上达到这样的 消耗美国的一些 就是在继续发展太空这方面的一些科技 然后让它消耗一些资金资源 有这个可能性的 因为我刚才就说了 就是太空科技呢 它同时就宇航 航语科技呢 它同时也是军事科技的一种 比如说 如果就是你想象一下 今天我的宇航科技 就是航空科技 可以发展得非常好 甚至我已经发展到 类似可以反地心引力的 这样子一个飞行科技的话 你想象这对军事方面 有多大的一个帮助 这种情形呢 对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担忧 年轻的朋友们 我们不只要知道神经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应该掌握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 你好 我是民族行动党火箭报中文周边 蓝总罗 你能在收听流连台 流连fm.com 流连铛头 我是顺人 酒高照 我是威了 叶马行空 我是凯明 好 我们来看一看在沙巴的 鸭屁这一边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神三 哥打基纳巴鲁山上面 有一些人 不是一些 是五个人 他们在上面做了一些年少轻狂 会做一些疯狂的事 对我来说是年少轻狂 让我有很大想象的空间 年少轻狂做一些疯狂的事 而且是以天为习以地为辈 这个让我讲到太多了 还五个人 对五个人一起做 人家说共吐乌山 应该有六个吧 包括一个摄影师 因为他们是拍一张照片 五个人在相片里面 还有一个是摄影师 或者可能他们是自拍 那我也不知道 可是应该是有六个人 至少有六个人 他们在上面做了什么事呢 在高处 那么高处 那么冷的一个 叫什么 叫一个地方 摄影机 因为那边的海拔也比较高 他们就在上面拍照 拍的照还挺特别的 就是他们全都是裸的 只用手挡住他们的重点 不畏 他们那么耐忍吗 有女生吗 没有 全都是男的 没兴趣看 我还是有女生的 没什么好看 但是这个 这个奇怪的现象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在一些民生地区 就拍裸照 为什么要在民生地区拍裸照呢 有什么意义 其实 要用自己的身体感受 民生地区 用自己身体来感受民生 这体验 很名 很名副其实 体验 对 这就是 这就是你年轻时候 热血会做的事情 可能你年轻的时候 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年轻没做 不至于到全裸 可是一定会有一些疯狂的事情 我只有在游泳的时候 几乎全裸而已 其他状 还冲凉的时候全裸 其他状况 还有在一些特殊状况全裸 其他情形的 我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全裸 我没这个兴趣和嗜好 那对他们来 对这五名男子来说 可能这是他们一个 对他们的年轻这个时候 这个岁月留下一个 很好的一个印象和印象 但是这是一件好事吗 你觉得是应该这样子做吗 确实在 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话 这个不适合我们的风土民情 在国外就OK 在国外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 然后国外也接受的话 那为什么不可以 比如说我在巴黎罗浮宫 或者巴黎铁塔下面 就是巴黎铁塔下面 我就全裸了 在那边裸跑 那就要看他们的 当地的风土民情 是不是和你全裸裸跑 而且是在这些 旅游景点的情况之下 不会破坏风化吗 我就说了 要看当地的风俗民情 如果你在印度全裸的话 谁理你啊 印度全裸有啊 你看你皮肤是白还是黑 如果你是一个 你是个白人 你在印度全裸的话 全部人会看得到你 因为太险 如果你在加利福 卡利福尼亚的 这个海边全裸 谁理你啊 看哪一个海边吧 有些海边禁止天体浴的 它有一个特定的 一些范围才可以 同样的是风风化的 还是有差吧 毕竟在海边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 可能当地的一个规矩 就是那边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在神山的话 那名字都叫神山了嘛 就很明显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你这样就亵渎的感觉 确实因为这一次的这些事情 对本地啊 就是马来西亚这里有官员 就是说 他们这样做 就冒犯了我们的神山的神灵 所以就 他们应该不应该 他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我觉得其实这是社会的通病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会 想尽办法用任何方式 出位 对出位得到关注 就是要让大家都看到 我让我红起来 而且是任何方式 只要可以得到关注 不管好的坏了 都是好事 你觉得红了起来有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 有有些好处 可能你变了红人呢 搞不好很多人找你拍广告 那时候你就赚钱了 所以你看 如果是你真的失业的话 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找方式让自己红 比如说马行 现在要炒掉员工了 那些员工要怎么办 你可以很多选择 比如说你就选择 一些自拍 还是怎么样 自己红了起来 那很多人就会找你 给你一些商业机 或者你的这个Instagram 你的account 有很多广告进来了 人家要找你做广告 都可能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被炒了 去加德式了 加德式 为什么呢 对加德式 因为这个他们 也是没有奈何的 因为他们被公司裁员的话 那个也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 我想 在这个马行裁员过后的 马行的这个雇员职工会 他们的主席 阿里亚斯阿兹 他就说 他们不只是会裁他们的员工 他们裁的员工过后 他会也会协助他们 这六千名即将被裁退的职员 找工作机会 其中就包括了当这个德式司机 算不算有诚意呢 其实如果这么看起来 比如说今天公司裁了你 然后又帮你找另外一个工作机会 但这个工作机会也许并不是你想做的 只是你没的 你还有的选择 当然 只是如果你不做 你就没收入 你愿意等吗 还是说你愿意接受这样子的offer呢 你会觉得公司没诚意吗 确实诚意没诚意这件事情也很难去衡量 因为毕竟公司还是有在你裁退你过后 还有帮你着想 那当然也要看这些被裁退的员工 他的工作性质本身是怎么样的 像如果我在猜测说 他可能会不会是安排加德士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上了年纪的一些男士们 所以你比较适合可以当这个德士司机 要不然的话 如果你是一名 比如说我是一名 已经算是一名乐龄的一名人士的话 如果你被公司裁退了 我几乎外面应该没有公司在会想要请你的 除了德士司机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以外 这是我想到的 这也是一个问题 在路上的一些德士司机呢 如果是全部年龄都非常比较比较年长的一些德士司机 他可能会动作稍微稍微缓慢一点 对一些反应可能稍微缓慢一点 确实是会的 有些是会的 我所看到的很多的德士司机 就是比较上了年纪 富有很丰富的经验的司机 反而是飞车手 反而是飞车手 所以这是两个极端的现象 要么就非常缓慢 要么就是这个赛车手 他也会造成一些状况 他会不会安排一个飞机司机加德士 加这个敌士呢 你看这是大财小用了吧 如果这种这种情况 但你说的也非常对 就是可能如果上了年级 你被裁退过后 你还真的非常难找工作了 因为没人接受你 你能够做的 真的可能 可能真的选择也不多 真的迪士司机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不需要太大的技能的一些工作 也许就能够用上这个 这个你的工作能力了 嗯 其实德士司机的话 在马来西亚的德士司机的 所赚的收入 会不会比马航的员工高 肯定不可能高了 肯定不可能更高的 因为这个情况 如果是有那么高的话 全都去当对士司机主好了 但是他这个马航职员 雇员职工会呢 他们也是有表示说 这些职业呢 被裁退过后 会被分派到各种不同的领域就职的 从事的一些行业呢 包括训练服务 人才评测 职业咨询服务 求知技巧 创业 退休规划 等一些服务工作 所以当然重组过后呢 还会有不同的这些分配啦 就看他们怎么去安排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6000人不是一个小数目 你突然间有6000个人是失业的 那换句话说 这个社会呢 你必须要多一个6000个空位 来安排这样这个6000个人 而且是突然失签的 可是马航本来是要 决定才退要2万名的全体资源的 可是过后还是保留了14000名 14000名是即将会重新被聘请到他们新公司去就职的 剩下的6000或者是可能到8000名的这些资源 就没有那么幸运 所以他们可能就要再另外找工作 另外找工作了 嗯 我们现在看一看另外一件事情 是殃及我们全民的 而不是只有这6000名被招殃的 所以件事情就是汽油在今天6月1号丰收节这一天 涨价10仙 每公升的RON95还有柴油的新售价是2令吉5仙 然后这个RON97就是2令吉35仙 所以这个是从今天开始 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啊 称昨天的那个原本的价钱就去打好了 打满了你的油 今天重新全新的一个月份 全新的一天 你就要面对一个全新的价钱 但昨天我晚上还有出去了 就是没看到在油站有排队的现象 确实因为我也是昨天晚上看新闻的时候才发现 现在才知道明天需要起家了 也是很一个很临时才知道的一个新闻 因为昨天面子书上我也留意了一下 确实也没有人在分享这件事情 说今天有起家 我不知道是消息慢了一点出呢 还是这些网民们已经对这件事情冷感了 但其实在前几天就已经有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有专家预测 其实又会在就是在今天其实就会涨价 就是已经在之前就有预测 但是是非官方的一个宣布 所以可能大家都没有太去关注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说非官方啊 在昨天的新闻都已经报了出来了 或者是电视新闻 电台新闻都有在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网络上也有人在宣传了 所以应该是大家都知道 我会选择相信说可能大家已经对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 开始习惯了 开始习惯说政府可以调整这个油价 每三个月到四个月调整一次这个油价 所以呢大家也不在乎 反正我现在打满了这个油缸 那过后我还是要打的呀 我还是一样添油啊 那这个那个时候我也一样省不了多少钱 我每一次这样为了排队花费这个时间 我耗的油搞不好还还多过我在添进来油 差不多这种情况 这会不会来一个循环啊 就是大家都觉得已经不需要 因为会排队会浪费很多油 然后结果大家都不去了 结果大家不去之后发现 哎怎么没有人去啊 那么我应该去 然后结果又排回长龙了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是怎么说呢 就是当大家习惯了这样子的一种调整过后呢 慢慢的大家就会呃不能够去遗忘这件事情 而是说呃就呃我要应该用什么字呢 字眼呢就是说呃以后往后政府的一些策略啊 嗯就是这些我们会慢慢的去适应 但是这种这种适应呢对一些来说可能是好事 对一些来说可能不见得一点好事 因为当你适应了过后呢 你就不会去反抗 那一些策略你做得出来 你不去反抗的话 你就觉得呃这个东西呢 会慢慢的就是一个人在讲话了 或者是某一方面在讲话了 就好像说呃反正我做了一些反抗也没用的啦 也不会有人来理我的 而且改变不了这个现实 为什么要做这个反抗呢 开始有人有这种能感 开始有人有觉得反抗是起不了作用的 那这个对一个民主的进程来说呢 它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嗯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嗯在呃可是在呃官方这里的说法 就是说呃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调整了 所以甚至这次才调整一个时间 因为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呃 还有1月2月的油油价呃连续就三个月上下 就是有下跌下跌 然后过后呃呃在4月5月都没有调整呃 呃这个汽油的零售价 呃所以国内这次就呃呃决定 呃要做稍稍做一些调调整的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声明还好 声明之后感觉就是感觉乖乖的 似乎其实不要讲话更好 对啊 因为你讲啊我已经两个月没调 却只不过调了10set 好了我再给你留两个月 好了三个月后啊我已经三个月没调整 我再调一个5set 他就慢慢每次这样起 起了过后到可能呃一年后两年后呢 我们的油价就打三块钱了 那就不知不觉水堵青蛙 让你已经慢慢被煮熟了 嗯我们那时候照样的真的只有是人民啊 嗯我们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的 因为我们也慢慢地对这件事情慢慢冷感了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一青团的事情 一青团呃呃呃呃 did 即将在这个星期四 6月4号进行党选 现在这个 涅阿都 涅阿都是谁 涅阿都 这一名叫做 他是谁 就是这个一党的中尉 他是来势汹汹 而且被看好的 当然了 因为他是这个 Doguru涅阿兹的孩子 对 就是有传人了 那当然他现在 因为比较年轻 他攻打的是 一亲团团长的这个职位 他肯定是大人民人选 我刚才说了 就是因为他是 涅阿兹的孩子 是Doguru的孩子 除了这一个以外 他还是什么 他就凭 他是涅阿兹的孩子 就足够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已经非常足够了 但涅阿都本身 他也是 怎么说呢 他是这个保守 他就一般我们说的 这个分为保守派 开明派 如果把它定位为这样子 他是白手保守派的 这个宗教师派的 一个代表 因为涅阿兹本身 就是宗教师派的 而他的孩子呢 自然也跟着 他父亲的这个步伐 这个涅阿兹本身呢 他在伊斯兰党的地位呢 是非常非常崇高 虽然说他已经往生了 但是他孩子呢 就是也同样的 就取代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不能够取代他地位 但是慢慢的 可能会往这个步伐去 而目前伊斯兰党呢 都有一些内斗的情况存在 包括有支持 哈迪阿旺派的 有支持这个曼萨布派的 就是有人说 这个是安华派的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派系 那支持安华派的呢 可能这一边呢 会不会支持这一位 阿杜呢 这也是一个 可能有待斟酌的一件事情 因为并不见得 每个人会支持这个宗教师派 因为哈迪阿旺呢 是比较宗教 你说他宗教师派 有时候他又显得 不太那么宗教师派 当然是看不同的人来分析 他大致上还是比较偏向 人家会把它看成是保守的 所以还是 还是尼阿旺这个派系的 我们看到就是说呢 在这个伊兴团 这个战争当中呢 这个战情是很激烈的 除了这个尼阿旺之外呢 还有另外要竞选的呢 就包括了苏海战 就是原人伊兴团团长 他可能也会出来竞选 但苏海战本身呢 是不是能交出这个成绩呢 在之前连任的时候呢 他多数票可能也没有很多 但是看起来 尼阿旺的胜算呢 是比较高的 占了超过一半 百分之六十左右 所以这样子来分析的话 看起来大家都会觉得 尼阿旺可能就比较有机会 脱颖而出 成为这个伊兴团的这个团长 这个苏海战在伊兴团里面 获得的支持率 是不是很多的 这个是有人在这里里面讲到 就是这个谁在里面讲到 苏海战的货票率是不超过十八仙 然后尼阿旺的胜算是六十八仙 这都是一个猜测 不是他的货票率 而是说就算苏海战是赢的话 他的多数票肯定不会超过百分之十 就是即使他赢的话 他多数票应该不会超过百分之十的 所以换价说苏海战 他支持率是不是那么高的 就是我给你赢 你也不会超过百分之十的多数票 你可以看成旗鼓相当 但是如果从刚才客观的分析来看 尼阿旺本身肯定会占的 比较大的这个支持 原因就是我刚才说了 有这个尼阿旺的笼罩 牙齿 牙齿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会占的比较高的这个胜算 你不能再说过百分之一 你看到你 我来说